樓市偏遠,不少業主擴大減幅 令二手續現低價成交 元朗細就有低層二房單位 元業主在放盤兩個月內大幅減價近100萬元 中以593.5萬元售出 屬屋苑近四年來首度跌穿600萬元大關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經理黃勤學表示 細就二座低層置室 實用面積428方尺,二房間隔 今年10月開始放售 叫價最初為690萬元 其後逐步減價 最後以593.5萬元沽出 拆價約13867元 元業主2016年5月以567萬元購入 持貨預六年半 賬面獲利26.5萬元或4.7% 上述成交為屋苑至2019年3月後 在陸樓價低過600萬元成交 二手市場持續錄得涉樣個案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黃士斌稱 將軍澳中心六座高層議室 實用面積690方尺,三房間隔 最初開價1030萬元 濾減92萬元或8.9% 以938萬元逆手,拆價約13594元 原業主2019年12月以1000萬元買入單位 持貨綱滿三年 因職張移民 故帳面獄讓62萬元離場 單位貶值6.2% 此外,馬安山銀湖天鋒7座高層市室 實用面積762方尺,三房戶 以1125萬元成交 拆價約14764元 原業主2019年6月以1230萬元購入單位 賬面洩105萬元或8.5% 分成 gegen 分成 分成